轉換焦點 接著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 在今天凌晨辭世享受83歲 而在這之前 他是因為肝癌復發在臺北榮總進行治療 根據大家了解 總統蔡英文在前一天 還有特地專程到北榮來向他致意 而當時施明德還是有意識的 可以對於總統蔡英文的探視做出回應 不過相隔不到24小時他就病逝 而今天正好就是施明德的83歲生日 施明德是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總指揮 在蔣中正 演家幹 蔣經國 李登輝四位總統任內 曾三度以政治犯的身份入獄 至少坐牢25年多 出獄之後曾多次參選立委 並持續推動美麗島口述歷史研究 出版四冊珍藏美麗島 獲得當年的金顶獎 資深媒體人陳文茜12月4日 曾在政論節目中談到 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因肝癌復發 促進榮總加護病房且心靈垂危 他在接受ET在新闻云采訪時表示 施明德11月14日住進榮總 本以為狀況一度穩定 沒想到出院返家後突然大出血 再次送醫住進榮總加護病房 然而他的病程惡化很快 不只出現肺水腫必須帶著氧氣皂呼吸 加上無法自行排尿 所以得緊急洗腎 陳文茜指出 後有施明德是天主教徒 當時的他想到之後可能昏迷 便在金家護病房前打電話給他交代一言 當下他聽得出施明德很沮喪 對生命失去鬥志 甚至拜託他照顧兩個女兒 但他聽完當下心急怒斥 儘管兩人在電話中大吵半嘴 但他的目的是想讓施明德開心點 以激勵對方的生存鬥志 陳文茜也在節目上指出 台灣的民主政治是犧牲非常多人的人生 青春坐牢換來的 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如今施明德驟然離世 讓各界都非常不捨於心痛 施明德於今天凌晨病逝 而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他的兩個女兒施密娜以及施嘉 也在施明德的臉書上面發文表示 每年的這一天 施明德總會對他深愛的人來做道別 把每一次的生日當作是最後一次 而現在才懂得這是爸爸充滿愛的表現 文章內容寫道 首先感謝大家的關心 並提到施明德在生日的這一天啟程 與等待他的家人 一同出生入死的戰友們團聚 不管是在此案或是彼岸 他都不曾孤單 女兒表示 父親沒有忌日只有生日 一生所捍衛的精神和價值 只會不斷地在世界裡誕生 長長折久的茁壯 他們也感謝台北榮總醫療團隊的所有成員 請盡全力的協助以及支持 關於施明德的後世 會擇其發布消息 再次感謝大家的關心 而對於施明德此事 前總統陳水扁也透過臉書表達了他的哀悼旨意 前總統陳水扁提到 施明德是美麗島事件的總指揮 後來他是百萬紅山軍斗扁運動的總指揮 而施明德同時也是民主先知 為了突破黨禁 首先提出要組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在1986年終於美夢成真 陳水扁說先知都是寂寞的 一代枭雄施明德永遠的民進黨主席安息吧 施明德病逝的消息曝光之後 各界也紛紛發文哀悼 而施明德多年的好友陳文倩 他在今天早上8點左右 在臉書發布了超過3000字的長文 悼念施明德 說看您最後一眼 忘不了您的一生奉獻 陳文獻在臉書粉專文獻的世界周報寫道 自從紅山軍運動之後 您越來越孤獨 過去30年您和喜愛的妻子 在生活上面相依為命 在政治上我陪著您一起走過 走過各種艱辛的路 最後深淺的哀悼 永遠的革命領袖 黨主席反貪腐運動家施明德格尚 他的眼睛辭他深愛的土地和家人 總統蔡英文在14日 也到了榮民總醫院探視施明德 總統府發言人林綠產表示 施明德一生深切關心臺灣的社會發展 為臺灣人權以及民主先驅 為臺灣社會的付出以及貢獻 將會被後世感念感到哀傷不捨 也希望施前主席的家屬節愛珍重 另外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第一時間也向家屬表達慰問 並透過臉書發文哀悼 感謝施前主席為臺灣做出的貢獻 他也將會帶領這個國家以及黨 繼續傳承愛、和平、非暴力的創黨精神 讓臺灣繼續在民主的道路上壯大 另外臺中市長盧秀燕在今天上午受訪時 也對施明德的辭職感到哀悼 並且說施明德是他一生最敬佩的人之一 施主席跟我在立法院的農事或我們的農事 他是我一生當中最敬佩的人物之一 那因為他一生追求堅持 民主的精神跟價值用不妥協 所以僅向他表示敬佩 他也表示像家屬表示哀悼之意 施明德受到他革命家浪漫性格的影響 其實一直到他花甲之年 緋聞依舊是熱門的討論話題 不論是他的伴侶陳麗珠 還是他的妻子愛玲達 或者是曾經轟轟烈烈有過一段戀情的李昂 其實他一生情史真的太過豐富 甚至這些故事搞不好比他在政壇的革命故事 都還要精彩 身為浪漫的革命家 施明德對於感情曾有過所謂的 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的三不原則 施明德當年與陳麗珠生下兩名女兒 後來在一九七八年跟愛玲達結婚 但是婚後他仍然不安分 領有一個接著一個的交 最後在一九九五年離婚 而最後施明德與陳家軍交往 並且在隔年結婚 而他最廣為人知的情史 就是女性作家李昂 當年施明德在出獄之後 本來規劃要先住在陳菊的家中 不過大家要為他接風的時候 李昂卻當場表示 施明德住在陳菊姐弟家中不方便 當場就把人給帶走了 而施明德後來跟李昂同居時 他依然自由奔放 時常李昂回到家之後發現施明德不在家 而為此李昂多次氣到在家裡摔東西 甚至傳出陳菊經常半夜會接到施明德的求救電話 還要跟弟弟趕去當合適了 而最特別的情史就是施明德 當年在綠島做監的時候 說是寫情書給了一位女孩子 希望他可以去綠島探視 結果這位女孩子抵達綠島的時候才發現 居然有多位女孩子都拿著同樣的情書 一起排隊等著要探視施明德